荒山野岭发现神秘黑洞 洞里大量人为建筑保存至今 这里会是地下古城的入口吗 村民称天坑内有密道相通 夏季暗河涌动绝对不能进入 今天我们利用专业绳索技术一降到底 跟随我的镜头进入天坑探明真相 我们现在所将是寻找了自然锚点 这种做法对这个石头对这个山体是没有一点损坏的 现在是开路前锋小北正在下降 我们刚刚从这个窗口上面降下来 这边大概有20米的高度 然后下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面前那里有一个拱门 然后这边是人为休憩的这个步游道 好 我们往前去看一下 大家看这些石头上面都被磨得非常光滑了 也就是说到这边游玩的人是非常的多 这个拱门至少是历经了几百年的岁月 依然保存的非常的好 上面布满了这些青苔和蕨类的植物 这边是一个枝枝形的小台阶 要上到这个拱门的顶上 我们往这边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种子石是遭到了一定的破坏 然后这个地下也有很多垃圾 在我们中国辽阔的大地上遍布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名胜古迹 有些地方呢 步行是可以来到这个里面的 我们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讲文明 千万不要搞破坏 因为这个洞穴资源本身就是不可再生的 现在我们随着这个青石台阶继续往上 这边有一个小平台大家看 因为下过暴雨啊 这边是非常的湿滑 我们继续往上 可以看到这个台阶当时是做了防滑的处理 这上面一道一道的用石栈子刻出来的 然后这边有些方形的孔 这个应该是当时有石头气的栏杆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破损了 我们从那个残存的小石阶这样走过来 到这边去看一下 这里好像有一块石碑 对 这里就是石碑 哦 也是残存不堪纳这个石碑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字 啊 可能是名垂千古 这个右上角呢 缺了一块去了 上面也是布满的泥字 这上面的字呢 是看不太清楚了 因为可能年代久远 光绪二十 这个 这个实在认不清楚了 因为光绪二十多年的时候 刻下了这块石碑 这个石碑啊 应该是为了纪念当时修建这个 莲花洞步履道的人 但是他已经残破不堪了 在这里沉睡了几百年 所以说我们游玩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搞破坏 更不要丢下我们生活垃圾 像这些名胜古迹啊 真的是承载了很多文人雅士的 情感寄托 这边也是人为气的一个宝坎 可以供人们在这边行走观赏 大家看我面前这个平台 这个就有来头 据说这个东海农王曾经在这里过过夜啊 然后这个台子呢 又被称为农床 这个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 从这边顺势往下看呢 有一潭深水 应该是暴雨过后水位降了一点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深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中乳石柱 上面长满了这个绝类的植物 在叶片上面呢 布满了泥浆 这个洞的名字 为什么叫莲花古洞呢 就据说啊 在这个台子的顶部 有一个小平台 上面从顶上滴落的泉水啊 水滴石川 然后在这个平台顶上呢 形成了一片一片的莲花瓣 我非常想上去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莲花台的这个石头上面的颜色 非常漂亮 感觉是吸收了日月精华 它从这里呢 刚好可以对着那个窗口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 那光线刚好可以打到这边 因为这个上面布满了淤泥啊 我们艰难的爬到这个莲花台的一半的位置 然后刚好可以拍到这里 大家看 太漂亮了是不是 虽然说已经布满了淤泥 但是这个有水珠滴落的地方呢 可以露出它原始的颜色 这个莲花古洞啊 有三个天窗 它几个洞道是相通的 但是因为暴雨导致这个水位上涨啊 我们面前这个水潭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现在呢 我们只能原路返回 从另外一个窗口锁降下去 好 现在我们就把刚刚布下去的绳子收上来 我们去锁降另外一个洞口 同样也是寻找自然锚点 我们不会对这种名声古迹造成破坏 好了 我们下一个洞口再见 我们下一个洞口 fallen后